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心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这期酒迷开始 先带来了解的是 国人非常关心 尤其在都会区 最能深刻感受的居住议题 根据内政部统计 目前全台湾大约有300万个租屋族 占全台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其中新北市租屋族数量 更是数一数二 为了让出租的房子达到最大获益 不少房东把旧公寓 改成隔间出租套房 因此和邻居之间 引发不少纷争 新北市政府光是在107年 就接到了981件的投诉案件 平均每天2到3件 于是新北市政府 从108年1月起实施新法 如果屋主想将老旧公寓 装潢隔间套房出租 必须要取得直下层的住户同意 并且签署同意书 同意的内容只包括 直下层住户同意动工 并且愿意忍受 施工期间的噪音 和种种不方便 不过日后 房子如果有任何纠纷 住户需自行处理 与新北市政府无关 记者朱涵云 吴清俊的专题报道 一个阴桃 一个阴桃 警方调查发现 起火的四五楼 五楼房东用木造隔间 隔出13户 四楼则是12户 分租套房 住宅大楼金船火警 警察人员货报赶到 立即疏散240名住户 睡梦中的半夜恶火 是生是死 往往都在一瞬间 而拥挤的出租套房环境 木造隔间 更容易潜藏意外与危机 根据内政部统计 目前全台湾 大约有300万位租屋族 占全台总人口1% 其中新北市租屋族的数量 更是庞大 为了让出租的房子 达到最大效益 不少房东把旧公寓 改成隔间套房 和邻居之间 引发不少纷争 因此新北市政府 从108年1月起 实施新法 想要装潢隔间套房 进行出租 必须取得直下层住户同意 我们这边就是有 1 2 3 4 总共4间的隔间套房 一进门走到两旁 就是房间 这里是位在新北市 芦州区老公寓出租套房 30多年的公寓 隔间装潢之后 焕然一新 当然一定要有小沙发 就是小沙发跟床铺 是分开的空间 那床铺的位置的话 我们都会设置现床 房间内的风格和收纳空间 统统都要设想周全 新法规执行之后 未来出租套房 要大规模动工 难度不小 第一真的很难开工 因为人家没有那么容易同意 你要花很多的心思 去跟他沟通 然后事实上 我们也都在进行中 可是第二个是说 有了这个同意书之后 其实也是跟邻居表白完成 对 其实这是我们本来 就会做的事情 现在又多了一个同意书 做别人体 其实也不会见得是坏事 新北市政府主要是针对 五楼及五楼以下的公寓所实施 若想要装潢隔间 无论是自住或者是出租 只要比原来的空间 多出两房一位浴 都必须委由建筑师 向新北市政府提出审核 不过在出租的部分 还得取得直下层住户的同意书 意思就是 四楼想要装潢隔间套房出租 取得三楼的同意 并签署同意书才能够动工 一旦违反开罚六到三十万元 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三楼的住户 那你本来上面的空间 其实样态规模 隔间的样式 其实是跟你家一样的 所以你本来是房间 上面就是房间 那隔层套房之后 你的房间上面 可能变成什么 变成厕所 那晚上在洗澡的时候 会经过一些哗啦啦啦的声音 那或者是说 有些漏水的行为 那再者 甚至因为你出租套房之后 出入的份子变复杂了 那种种的行为会造成 其他下面的住户的一些反应 那所以 如果你要做隔间套房的话 你必须要增加 经过直下层能的同意 这样的一个规定 新北市政府 光是套房装修投诉 陈情案件年年增加 104年661件 到了107年981件 平均每天2到3件 而所谓的同意书 是指直下层住户同意动工 并且愿意忍受 施工期间的噪音 和种种不方便 若而后有任何纠纷 像是楼地板有问题 漏水等等 厘清责任之后 住户自行处理 法律上的责任 与新北市政府无关系 但是常常问题就出在日后的分针 原本的位置是绝对不能动的 坦白说很多人 就是会为了设计套房 坚数最多去考量 然后去动到原本的位置 你要做合法隔间套房的话 原本位置肯定是不能动 而且是一公分都不能动 你在法令上就是这样 眼睛看不到的这些细节 才是改装隔间套房 重点中的重点 做一个合法隔间套房的话 你必须要设计这条小厨区 这是法令有要求的标准 然后小厨区因为有排水管线的关系 所以我们让它跟厕所的管线 可以走在一起 因为它要排水跟进水 那厕所里面本来就有排水跟进水的管线 而且还有份管 那份管会走到原本这个房子的份位 在一起留下去 因为份位只有一个 那所以这个份管要做一段水平的移动 那这段水平移动的时候 你要帮它做一点斜度 要不然的话它没有办法流出去 合法的套房出租业者 都会有这份合格申请书 从水管 水线到电线的扩增 全部都要申请才能施工 就怕管线一旦被偷偷更改 造成其他住户房子漏水或不便 而在施工上 载重量也要计算好 如果说你要用混凝土的话 它肯定是清除混凝土 因为你用原本的混凝土的话 其实它重量太重 你知道超过载重的情况之下 这个楼面不能够存在这么大的重量 它会伤害楼面 对于隔间套房新法不少房东叫鼓连天 但也有房东丝毫不受影响 我这个室内可以运用的食品 大概23瓶左右 总有三房两厅一位 那这个是客厅 那客厅其实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 于先生出租原本的旧家 没隔间没拆墙 也没有增加卫浴设备 维持三房两厅一位的格局 让房客就像住在家里一样 我不想去把我的房子隔成是 我跟我的房客只是纯粹的 这个金钱关系 你来住你付钱这样子 这个我的方向不是这样 新北市政府的新法规 某个程度上 其实也是在遏止房东过度隔间套房 罔顾房客的安全和权益 我觉得这个对于要改隔间的人来讲 执行难度变成很高 因为要得到下方那个住户的同意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执行下去的话 它的效果应该会蛮好的 应该会阻止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那尤其是那种我要隔层出租套房 可能原来只有三个房间两个房间 我硬要隔成五个六个房间的这种隔间 我是觉得政府也不想鼓励他 我相信这样执行下去效果会有的 执行新法规就是为了避免恶性的隔间套房 余先生认为其实一切都是利益良善 其实我们是政府 我们要考量的不是只有房东的权利 其实我们要关心的是 全体市民的权利跟义务 房东房客和其他住户 各方面的权益都得顾及到 新法实施引发民怨或者不变都算小事 能收到多少正面的成效 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